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各位傳媒朋友早晨 多謝大家今天出席這個記者會 稍後行政長官會先發言 然後接受大家的提問 由於疫情關係 感情大家在在記者會中 都要盡量保持一個適當距離 現在我們首先有請行政長官 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早晨 目前香港的第五波疫情 是非常之嚴峻 单日的确诊个案已经是由大概十日前 就是2月5日首次出现超过100多宗 当日应该是300宗左右 就上升到上个礼拜 就很多日都是超过1000宗 至到昨日更加是超过2000宗 这一次社区爆发的规模和速度 已经是超出了我们在抗疫链里面的 几乎是每一个环节我们的能力 包括病毒的检测、隔离和治疗 所以作为行政长官 我在上个礼拜已经向中央作出这个回报 也要求中央支援 大家也知道上周六已经在深圳开了一次会议 特区政府明白到现在我们在各方面的应对 由于这个社区爆发的规模 和速度 我们在应对疫情的情况是未如理想的 但我们一直都是通过最大的努力 去增强我们的能力 并且是不断地检视成效 作出改善 就以病毒检测为例 我们在短时间将香港自身的检测量增加了一倍又多 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每天要处理超过20万个检测的 但是由于需求在短时间大增 所以市民是需要花上多个小时在我们的社区检测中心 或者是流动的彩阳站那里排队等候 这个是极不理想的 所以我们也是采取了一些即时舒缓的措施 例如一些派丑系统或者网站 可以查阅究竟现在在每一个站的排队的情况 也是动员了大量的公务员和义工在现场维持秩序 昨天据民政事务处在现场所见的回报 大部分的检测站的排队时间已经大大缩减到半个小时 有些是一个小时之内甚至有些也是零等候时间 但是现在我们在两方面仍然需要提升我们的检测能力 希望做到早发现的 等到感染者可以采取一些适当的行动 第一方面是要求中央协助大幅增加核酸检测量 第二是政府大量去购买这些快速矿源的检测包 作为一个辅助性的监察 识别受感染的人士 从而截断社区的传播链 我们派发这个快速矿源测试包的对象 首先是一些高感染风险群组的人员 以及支持我们的抗疫工作 例如在污水检测程让升比较严重的区域 我们已经过去这段时间不断透过民政事务处在当区 向居民和清洁及保安的人员派发这个快速的检测包 现在估计只是这一类的需要 即是高风险的人士 以及支持防疫抗疫工作 每天我们需要动用100万套快速的测试包 接着我们就会派发给市民大众 我可以跟大家说我们的采购是有成效的 其实今天来说特区政府已经落实的采购是超过一亿套的 不过当然它要运送来 但起码现在运送的情况 令到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即是2月15日 就率先是派发给安劳院舍和残制人士院舍的工作人员 让他们能够由现在的三日一检 即是这个快速的测试 加密到一日一检 稍后我们就会 应该在这个星期就陆续 以百万计的快速测试包会抵达的时候 我们就会按着我刚才说的优先社群派发 亦都会继续以污水检测的结果 派发给更加广泛的派发给该区的居民 我们其中一间供应商是经中央转介 是来自广东的 在这里感谢广东省政府已经是承诺了 它会是要求这个供应商 是加班加点来供应香港所需的快速的抗原测试包 所以请大家放心 我们是会有足够的量来支持我刚才说的快速测试的工作 但当然大家都会问 在快速测试也好 核原核酸检测也好 如果是呈阳性 它是一个初步确诊的个案 是需要进入去下一个环节 就是现在我们面对最大的樽颈就是隔离的设施 以及治疗的设施 以及一些所需的配套 在隔离设施那方面 我们仍然是尽我们最大努力去密释 这些合适的地方 增设隔离的设施 等到检测程阳性 即是初步确诊的人士 可以是被安排去到这些设施接受隔离 因应疫情的最新发展 我们现在有以下的密释了的地方 可以增设隔离的设施 第一就是将已经落成了的公共屋邨 改作为隔离的设施 大家记得我们在疫症爆发之初 都曾经用过这个方法 当时是进阳村 现在我们将会用的是 王后山村第一座和第七座 以及丽景村行景楼作为隔离设施 合共可以提供三千多个单位 一般来说 卫生防务中心的要求 是如果他们的确诊人士 是同一家人 是可以分配到同一个隔离的单位 所以三千多个单位 应该不单止可以安排到 三千个确诊的人士 作为隔离之用 当然这些三千个单位 有些已经是 预先分配给隔离公屋的人士 我们会为这些受影响的申请人 作出一个适当的安排 第二是物色更多整栋的酒店 作隔离的设施用途 目前来说 我们都有八、九间的酒店 是帮我们做检疫的用途 由于家居检疫 已经上了轨道 所以慢慢这些酒店 会转做社区隔离的设施 但也不足够 所以现在我们是 不会一间一间酒店去谈的了 我们会和业界 即是酒店业界 共同制定一个 可以提供数千个 至到一万个酒店房间的方案 我亲自会和酒店业 应该在明天 我们会展开这个合作的方案 探讨这个方案 我们也透过教育局 联络了一间大学 他们有学生的宿舍 但是目前 因为还有很多学生 也有一些非本地的学生 今天我难以确实说 我们可否有任何一栋的学生宿舍 可以腾空作为隔离的设施用途 但我们会继续和相关的大学 来去研究 当然大家留意到 我们是希望中央协助里面 亦都有增建一个社区的隔离 或者治疗的设施 但今天未有详细的情形 可以和大家回报 但是我们的筹备有工作 在这里进行 至于在治疗方面 我是同意医管局的做法 现在医院是应该优先 去照顾一些重症 小孩子和长者 但是因为有大量的 情阳性和初步确诊的人士 现在在家里等候 进入隔离的设施 所以医管局也是需要加强 给这些在家里等候去隔离设施的 市民的医疗需要 医管局除了现有 一个叫互信零的服务之外 就是电话提供这些服务之外 我知道他今天在430的记者招待会 亦都会公布一些加强的措施 包括是分阶段啟动一些指定的诊所 协助处理一些病况较轻微 但是需要接受治疗的人士 那为了确保如果医管局 啟动这些指定诊所的配套系做足 我们已经是要求的士业界 这个是由运输及房屋局的工作 已经是跟的士业界联络 希望的士业界提供一些安排的 专属车队 就被这些在家里面等候着隔离设施 但是身体状况又需要去这些指定诊所 来到去求诊的人士是可以用的 以色这些市民或者其他交通工具的 营运者的担心 那卫生署是会为这些有关的车队 和有关的司机提供一个防疫的指引 等到司机是在安全的情况之下 提供这个服务 相关的配套服务 在当医馆屋确定了这些指定诊所的地点之后 我们会另行公布 在这里非常感谢的士业界 在这个危急的时候 都是助我们一臂之力 上述我说了几个现在有樽颈的环节 无论是病毒检测 或者是隔离或者是治疗的设施 都需要中央协助 特区政府已经和相关的中央部委和广东省 及深圳市政府上周在深圳举行了会议 也同意在五个方面 要成立对接的工作小组 具体去铺排有关的工作 由于政务司司长在开完会后 已经和传媒交代了 而在礼拜日我召开了内部高层会议 我已经招定了一些具体的分工 亦都向大家与新闻公布交代了 我在这里不复述了 我完全明白在这波疫情的规模 和确诊个案上升得这么快的情况之下 市民自然是会担心的 亦都会感到焦虑 亦都很容易会产生一些误解 尤其是当有各种谣言和猜测 不时在一些社交媒体里散播 所以我想值今天的机会 向港大市民明确作出以下三点的澄清 第一需要澄清的是我们的态度和立场 特区政府是负有抗疫的主体责任 我们一定会坚定信念 坚持抗疫的意志 绝不会放弃 是努力按住动态清零这个目标来应对 即使第五波疫情 是两年以来 两年抗疫以来最严峻 甚至可以说现在是最危急的时候 但是特区政府都不会害态 我们是会以最积极有违的态度 全力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二个需要澄清的是策略和措施 在这么大规模的疫情期间 我们必须按照这个疫情的性质 来对不断优化调整我们的措施 提升能力 不会是掉以轻心的 每一项措施既是要果断 但是我们都尽量做到人性化 希望能够提高市民的接受程度 举例来说 我们知道围风抢检是一个有效的措施 但是它也是一个相当令市民不方便的措施 所以在维时一日到甚至七日的围风抢检行动 我们都需要为市民为居民提供 比如一日三餐和其他的支援 又好像我们知道市民都有招累 自己会不会无形中被感染呢 所以大量派发快速抗原的检测包 是有它的需要 我们在采购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等到检测包一到 我们会大规模地派发 以舒缓市民对于感染风险的招累 至于在家里 现在应该有四千多的 紧密接触者或者是次密接触者 在家居罪行检疫 这个居安抗疫的计划 自从大概一个星期前开始 亦都是相对比较顺畅 我们设立的24小时的电话热线 亦都是每日可以让千多位打热线的居民 能够是拿到一些协助和支援 另外对于在家居等候隔离的初步确诊者 医管局也会稍后推出加强的措施 第三个我需要澄清的是 特区政府是上下同心 全力全动员地抗疫的 不同的政策局和部门 都是在这段时间同心协力 连同我们的医护人员 检测人员 承办商 化验所 和负责支援污水检测的大学团队 以至到一众地区的义工 组成一支坚实的抗疫团队 不少平常在写字楼工作的公务员同事 都纷纷走到前线 不少已经在退休 享受退休生活的前公务员同事 都非常愿意加入抗疫的行列 助我们一臂之力 例如以遗风抢检为例 每次一座大厦的遗风抢检 是需要动员数以百计的公务员同事 所以过去这些遗风抢检 出动了的同事 很多真的平常在写字楼做工的 例如环境保护署 税务局 海事署 或者公务员事务局的同事 大家都是参与其中 走到最前线 联同主导的部门 即民政事务署 和房屋署 紀律部队 衛生部门 是完成每一晚的任务的 在中央的全力支援 政府 上下同心 和市民的全力配合之下 我们要继续 打这场抗疫战 向病毒投降 不是一个选项 我在此再次呼吁 全港市民要保持信心 继续全面配合 特区政府的防疫抗疫措施 减少外出 注重个人的卫生 做好防护 未免感染 快点打针 最后 立法会财务委员会 将会在今天下午 举行会议 審议特区政府 就第六轮 防疫抗疫基金申请 为这个基金注资270亿元 我很相信 立法会议员都会支持 这次撥款 当撥款通过之后 我们马上会落实 各行的支援措施 看看大家有什么提问 现在是提问时间 想提问的记者请先举手 喊到你的时候 请说出你的传闻机库名称 然后用我们给你的麦克服发问 前排中间 非常複气 各位男记者 Good morning Mrs. Chris from the South China Wing Post So three questions Does the government have plans to impose district-based lockdowns and if so how confident is the government that it could be done smoothly given the number of hip-cups that we've seen in the past weeks when the government introduced lockdowns to residential buildings and given the all the measures you've just said including designating public housing estates as quarantine and isolation facilities and also the plan to build more facilities do you have the time frame and also how many quarantine isolation facilities is the government aiming for and how many people does the government intend to have them hold how many people last but not least do you maintain the assessment you made last week that the CE election will not be postponed is it among the issues you have discussed with Beijing and pardon me for repeating the question week after week do you still intend to run for the race thank you well first of all there have been all sorts of discussions and advocacy about a lockdown in the last two years of the whole world fighting this COVID-19 pandemic different governments have adopted different measures and city lockdown has also been adopted by some governments but they differ in a way that this lockdown is being applied so as far as Hong Kong is concerned we need to find our own way out of this epidemic and so far our measures to contain the spread of a disease remains a legitimate and valid one the problem we are facing is given the magnitude the pace and the severity of this fifth wave it has outgrown our capacity so the immediate response of the Hong Kong as our government now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s to enhance the capacities at various parts of this anti-epidemic effort and we are doing this so I would have to say very clearly that we have no plans for any widespread city lockdown as you have seen in some of the other places but the district based restriction has been adopted for many, many months now since the latest wave from the end of December last year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conducted over 100 such operations which we call the RTD the restricted testing declaration so we prohibit people from leaving their building until everybody has been tested and the results have been disclosed whether they are negative then they can go out if it is positive then the Centre for Health Protection will follow up the case and these operations have proven to be effective in terms of identifying a large number of infected cases and when necessar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coverage of the RTD we have to extend the duration of the RTD so we have been doing one day, three days, five days and even seven days RTD if you refer those to a district based lockdown this is a very focused district based lockdown in order to identify as early as possible the infected cases but let me stress it again we have no plans whatsoever to impose a complete wholesale lockdown of the Hong Kong city now the second point about timeframe of course everything we would like to se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because at the moment we are already facing backlogs both in testing and the laboratory for confirmation in transferring preliminary positive cases to community isolation facilities and in a meeting the most serious cases into hospitals so in every of the measures to enhance our capacity we would like to do it as quickly as possible but from the figures that I have just quoted to you in so far as the conversion of the newly built public rental housing we are talking about slightly more than 3,000 units as I said one unit sometimes could accommodate the whole family if unfortunately members of the family are all confirmed preliminary positive and in terms of hotel rooms we know there are over 80,000 hotel rooms in Hong Kong but not all of them are suitable we are looking for for a wholesale block so a hotel which is occupying a whole building with a certain number of rooms because if it is too small the operation becomes very difficult so my target is to get them to agree to a plan it's not individual negotiations which has been the modus operandi previously that we approach individual hotel one by one and to discuss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with them one by one that is not efficient anymore so we will do a wholesale plan and require them to sign on the plan so as to deliver a few thousands up to 10,000 of the rooms within a very short period I do not want to use my power but I do have power under cap 599 to make a regulation to ask for them to ask for the cooperation but I do not want to do that I want to go down a cooperation model in order to find more hotel rooms for the community isolation purposes at this moment the plan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remains the same that its nomination period will start later this week or the 20th of February and the voting day will be on the 27th of March but of course as I just said one of the things I need to clarify is because of the severity and the speed of this latest wave we have to continuously review the situation adjust the measures and seek additional help so I could not preclude any possibilities at this moment and as far as myself as usual I am not going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my sole mission now is to lead the Hong Kong as they are government and to appeal to the public for support to fight this battle out thank you yes we will ask last two two people who have 2 can ask the right please . 這位 你好,林泰,TVB 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想問一下 就是看到這波疫情中 病毒的擴散都很快 而且範圍很廣 例如葵聰邨的時候 其實不出幾天都已經是擴散 去到荃灣等等的鄰近地區 如果要堅持一個動態清理策略的話 為什麼不去考慮參考內地經驗 做一些中小型區域式的遺風 如果單靠一些不斷提升的檢測量 究竟夠不夠呢 是否加重醫療系統的負擔呢 另一個問題想問一下 其實檢測的人龍現在短了很多 是否因為放寬了強檢和接觸者的定義 在這個疫情這麼嚴峻的情況下 再去放寬 其實是否已經放棄了一個應檢盡的策略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現在看到這個疫情 都處於一個不斷創新高 林太其實到今天都堅持 都是想讓市民感受你的情緒 就沒有戴口罩 其實有很多的意見 就覺得可能沒有辦法輸 不過是好的榜樣 如何回應 如果萬一疫情現在這麼嚴重 林太不小心受到感染的話 其實會不會影響抗疫戰的成效呢 會不會也會影響你參選的一些工作呢 如果你有這個議員的話 謝謝林太 本人在這個場合 這裡是政府總部的演講廳 正在做這件事 就是做新聞發佈會 經過考慮之後 決定這樣跟大家說話 我已經解釋了 沒有東西可以補充 但是我離開了這個場合和這個演講廳 除了說真的上次在立法會的會議廳 我是完全做足了個人的防護 其中有一個傳媒都是很眼利的 留意到我在早前下區 去探訪這些電話諮詢中心 我是戴兩個口罩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糾纏在這個議題 現在是需要同心來抗疫 而行政長官是需要扶起這個主體的責任 讓市民知道每一個情況是怎樣 第一問題是有一點自相矛盾的 如果我們要繼續動態清零 就是需要去早發現 早發現就是需要去早檢測 如果不檢測就是一個不太動態 是蠻消極的 因為不想再有個案 就不提供檢測 這個不是我們願意見到的 事實上正如我剛才所說 其中的需要澄清是這些措施是不斷要調整 尤其是在資源不是無限的情況之下 但是沒有減少到我今天出來之前 食物及衛生局告訴我們 儘管現在排隊的輪候時間短了 因為加了一些方便排隊的措施 但是整天的檢測量沒有太少 都是超過20萬次 所以並不成立就是我們壓低了這些檢測的需求 來達至這個效果 我相信這個效果都是市民比較現在放心 他們可以拿醜 或者可以在網上看到那個檢測的輪候的時間 然後就在適時才去到這個站頭那裡去採養 所以我們會繼續在這個工作 區域性的遺風其實都是為了檢測 每次無論在內地或者在我們做RTD 目的都是檢測 所以現在我們正正就是隨著增加檢測的能量 以及檢測的範圍來達至早發炎 有了中央的助力 我相信我們可以更加廣泛 在社會上做這個病毒的檢測 答了兩位問題 最後一位記者的提問 後排中間那位女記者 這位 特首你好 雙台 我想問一下昨天公佈了五個小組特區趙寨文的名單 就想問一下為什麼會跟李家超司長公佈的名單不同 那預期小組會怎樣解決到一些現在的影響 例如跨境物流 會怎樣解決一些譬如貨車司機因為確診 令人手減少 那就影響了本港一些蔬菜和一些冰鮮 適合公港的問題 另外也想問多一次清零 因為特首你也多次強調了是希望清零 但是確診都遲了高期 也暫時未見到會回落 會不會做全民強劍地加速你這個達成呢 容許我回答最後一句 因為我剛才花點時間說 對於一個更廣泛性的 或者是全民甚至全民強制的檢測 我們的立場不是原則性反對 我們的立場是當我們能力有限的時候 應該聚焦在一些成效比較高的地方 所以按著一些大廈出現了污水情陽性 或者是按著我們在個案追蹤的時候 知道某一個大廈或者某一組大廈會有確診個案 而將我們的檢測能力聚焦在那裡 甚至仍然都是用維蜂聚焦在那裡 是一個策略上的做法 但當我有更加多更加多的檢測能力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考慮其他更加廣泛性的措施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們 因為能力有限而需要排優先次序 而是需要針對性和聚焦的工作 演繹為我們有些事情一定不做 在一個抗疫的過程中 是很難可以說明有些事情 什麼都不會做 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見過 有一個疫情在香港的爆發 是來得這麼急和這麼猛 所以進一步的大規模市民的檢測 我們當有能力的時候會認真考慮 但在核酸檢測的能力未到位 因為核酸檢測的能力 它需要有兩個很重要的配套 第一個就是採養員 第二個採養員就是需要有地點 市民要來 第二個是需要有實驗室的能力 相對於這種核酸檢測的要求 這個快速抗原的檢測 就可以做到一個輔助性的功能 所以我們已經買了一億份 這些快速抗原的檢測 也會從今天開始 當供應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會先分發給一些 它有高暴露風險 或者如果它感染了 不知不覺感染給其他人 譬如安律院舍 後果很嚴重 或者是前線抗疫的人士 或者是跨境的貨車司機 我們現在估計只是這一類的需要 每天是一百萬套 但是我們有這個能力 一億已經可以應付我們三個月 而且還在未來 因為這個市場上是不缺貨的 我們也在內地有供應商 尤其是一家在廣東省 廣東省政府已經指示了 特別為我們加班加點生產都沒有問題 這是有關於檢測的問題 至於你提到關於那些小組 你們或者傳媒都是看我們政府的文件 或者說話很喜歡核對 當李家超司長去到深圳開會的時候 他帶了幾位局長去 但是這次會議的即時成果 就是大家疏離出有五個範圍 需要對接 所以有五個工作小組 當晚他當然只能夠很籠統告訴大家 我們都會跟進這五個工作小組 但是第二天 禮拜天 政府內部高層就要決定 為了令到全政府去抗疫 我們不能夠把所有工作都交給一個局長 你可以說抗疫就是食物及衛生局 全部是神肇市局長 處理是不可能的 一直都不是這樣做 現在也更加不應該這樣做 譬如關於打針的問題 過去整年的打針工作 都是聶德權局長做公務員事務局 跟打針好像距離很遠 但是這就是上下同心 大家去組成這支抗疫團隊 大家透過行政長官的指令 分工來處理 所以禮拜天我們檢視完 亦都討論完 就是決定了這五個小組的 翌日和中央和廣東省深圳市政府的對接 就由五位的局長來牽頭 但是不是等於其他的局長不要參與 如果在做的過程裏面 譬如出現了一些通關的議題 那關口是誰負責呢 當然是紀律部隊 於是保安局局長也會協助 在這個工作小組裏面 出現了需要便利通關 或者是有一些海關需要怎樣去便利檢查 由內地進口的貨物 令到可以保障到香港的物資供應 是這樣的做法 我希望大家明白 特區政府是上下同心 來一致去推薦這個工作的 最後一問題就是關於公港的物資 我可以跟大家說 在中央通傳給我聽 說他們對市民的關切 除了直接與抗疫有關的議題 他們最關心的就是 正正這些公港的物資 大家都記得了 是國家幾十年來 無論回歸前還是回歸後 無論當時的供應在內地是緊張 還是現在比較寬鬆 都是先關心香港市民 都是確保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 特別是新鮮食物的需要 能夠源源不斷供應香港 這次因為疫情的關係 打亂了跨境的貨車司機 因為我們大概有八千個跨境的貨車司機 每天就是來回 經過深圳口岸 來運送在內地的新鮮食品和蔬菜來香港 但是因為香港的感染情況 不少司機要是自己感染了 要是他們住在大廈或範圍裡 出現了感染個案 按早前香港和廣東的安排 這些司機就不獲得豁免了 就是說如果他們要過深圳 他一車過去就要隔離十四天 所以這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想已經剔除了兩成以上的司機 現在不可以做跨境的貨運 所以令到貨物的供應 出現了延誤或者滯後 所以蔡價是沒有辦法了 是上升 所以其中一個五個小組裡面 就是專門處理這些公港非醫療的物資 因為醫療的物資也是另一位工作小組另一位局長負責 非醫療的物資包括日常用品 蔬菜或者活豬活牛 就是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負責 因為主要是關於跨境火車的司機 現在全速做的工作都是多的 當然第一就是招募更多司機 就是沒有感染風險的司機請去參與這個工作 第二就是我們確保跨境的司機每天都一檢 就是用這個快速礦源的測試包 檢測了陰性才可以做跨境的工作 我們也都在研究有沒有水路的方案 因為香港周圍都有水 我們也有很多內河的碼頭 或者貨物汽舍區 我們也都在聯絡一些海運的公司 是否能夠以水路來運輸這些物品 總的來說 我相信陳泛局長今天如果有機會 他也會跟大家交代一下 我們在公港物資供應方面 就着跨境司機的不足問題 是與內地在研究什麼措施 總的來說 我們是希望在抗疫的同時 都能夠保障到市民的 這個日常的生活的需要 所以呼籲市民也都不需要過份的焦慮 大家正如我剛才所說 以及呼籲 一定要保持信心 然後就是共同努力 按住我們的防疫的要求 來打好這一場的抗疫戰 多謝大家 記者會導致為展 多謝大家 各位 我們在家務偷看 自己是否為了 導致 很成功 感谢观看